画出衣服作品对一般人来说不太容易 对患有自闭症的人来说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长期帮助支持国内本土艺术家的国泰世华银行基金会 与新北市自闭症服务企业近会合作举办了公益画展 让这些孩子的作品有展出的机会 让民众看到他们精彩的内心世界 因为放在那边很久的老火车这样子 就是看到它很漂亮 我就给它评审 就是几个东西给它评审在一起 停驶的老蒸汽火车头 陈燕伟用黄色调勾勒线条 露显蒸汽火车的岁月刻痕 红色砖头一块一块的细心描绘 还有后面的茶园都能看到细腻的笔触 这幅宽度超过一公尺的大型画作 陈燕伟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 看不出来陈燕伟患有自闭症 绘画仿佛成了心灵的出口 让它平静 我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你会希望说人家看到你这笔话 他们看的时候心情会怎么样 心情会很快乐一定 这样子 我觉得他很用心 他色彩非常活泼 表示他心里非常不爱的 那我觉得说这个跟我希望他们走的方向是一样的 为了帮助这些特别的孩子圆梦展现才华的机会 国泰世华银行基金会与新北市自闭症服务协计会合作 举办公益画展 地点就在国泰世华艺术中心 长期以来赞助支持国内本土艺术家的舞台空间 首度开放公益画展 国泰世华银行基金会不仅提供免费场地 并认购画作将存放在艺术中心展出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有这个职业画廊的一个场地 那一般都是公益的场地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地方让社会上的人士 能够看到我们孩子的一个专长这样子 那当然真的非常感谢李董事长 我们很高兴 就是说这次画展能够成功 那我们能够做第一次的串举 假如说能够让这些自闭痨 能够也有一些杰出的画家出现 那也是我们的使命之一 所以我们讲说一览杰览就接办了 今年共有26位参展 多达88幅画作 还有陶逸作品 让民众看到自闭症患者精彩的内心世界 新唐人亚的电视鲁连场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